拿到公司的標準 只是按照他人的法律 拿到公司的法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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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法律前公司跟他人家的權利 針對所有的公司的準備 還有公司必要領的相關準備權利在那裡 現在有查在哪邊 現在說聯合資料 要不然是復留 現在到底查在哪邊 跟後外公司 我想是這樣 以前的組織跟我們資料的公司 大概只有拿到百分之一的法律 但是整個捷取系統不算不斷 所以按照大型法的規定 他們是要連續7天或是195天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確實目前在耗智系統 跟各樣的保養傳統的法律中 繼續在聯合上 昨天是大家今天自己人 反而怕到幾百分之一 現在是中正的 但是最高難度 跟這個 可以在最難度 要特殊的地方 還要什麼 其實這次算真的 包括公電 或其他列車 未來當然還有副交難度 包括在A8A線 青山路段 銷路段 發生不所謂 譬如說抵震 或多大災害 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必須要訓練到下滾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當然在整個國交系統裡面 下滾到最後 最不願望的情況 也就是說 這次無分沒有辦法 譬如說你發生的機器上的地方 在這種情況下 結構裡頭問題的情況 必須要在最短時間施在人群 那我就必須要讓人群在最短時間施在人群 那我就必須要讓人群在最短時間施在人群 或者是 它是重大的分別 而且 它只不下滾 也沒有辦法把他在短時間施在 它就必須要做 下滾到 其他的 大概都 不必須要做 列車重合間 或者其他 列車重合間 還有 看被開車 我想跟大家取 因為你是一個大家一起合作的目標 但是我想,就像剛剛說的,一定要完成,頒相關規定的標準,而且這個標準不大 謝謝大家